刚才赵小讲现代化应该起源于荷兰 还是应该起源于英国 有一点都是很明确的 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 宗教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个国家又恰恰是新教国家 所以很多人都说新教是资本主义的 或者说近代社会的一个推动器 刚才谈的还是一般的基督教 现在又回到一个基督教中的一个具体的教派 就是新教了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分析维克里夫一样 我觉得即使他们起了这种作用 你也很难从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教义中 去探讨这种作用的 实际上我认为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 基本上就是它符合人类中的一些 根本的一些人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人是需要自由的 人有自由意志 这一点刚才赵小已经讲了 但是为什么虽然人都有自由意志 虽然人都希望有自由 我经常讲一句大词话 就是无论哪一个民族监狱都是要上锁的 如果不上锁犯人都跑光了 也就是说人们都是不愿意被关起来的 人们都是愿意自由的 但是自由又总是得不到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虽然人人都想寻求自由 但是自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用经济学的语言讲 它的外部性是最强最强的一种公共物品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任何一种你追求的东西 你付出了努力 你就可以得到 别人不付出努力 别人就得不到 于是你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这个 你就愿意付出努力 这就是所谓的私人物品 但是这样的私人物品 它可以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可是公共物品就不一样 公共物品大家知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三个和尚没水吃 那么西方也有一个说法叫做达便车 那么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或者我们讲的简单点 就是讲的在追求自由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难的一个是什么呢 最难的一个就是 怎么克服这个自由达便车这个效应 我觉得现在我们做再多的启蒙工作 跟大家讲自由多么值得追求 自由多么重要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说法很有用 但是不能起根本的作用 道理很简单 每个人都需要自由 实际上是不需要启蒙的 但是人性中有一个很恶劣的一点 就是第一 人们不愿意尊重别人的自由 第二 人们虽然希望自己自由 但是希望达便车 由别人为自己来争取自由 那么很难有人同时超过这两个 很难有人同时卖过这两个坎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你能卖过其中的一个坎 比方说 我们都认为 我们都想自由 但是我们希望达便车 那么有些人他就是勇敢的人 他不达便车 他自己主动去争取自由 是吧 可是大家知道 我刚才又讲了 人性中有另外一面 就是人们都希望自由 但是很难尊重别人的自由 那么尤其是这个人 他成为争取自由的功臣以后 他往往会认为 他比别人更有资格 得到更多的自由 这就是奥威尔的 那个1984年里头讲的 人人都平等 但是有些人更平等 是吧 或者说人人都自由 但是有些人更自由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自由战士本身就会变成新一代的专制者 是吧 所以我曾经有一本书啊 叫做《词典自由》 是吧 如果用基督教的语言讲 我觉得啊 那个我们讲基督教教义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做启蒙的 讲那个自由理论的那些人 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是神学家的角色 但是实际上啊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过程中 起作用的并不是神学家 而是圣徒 是吧 所谓的圣徒 就是用某种宗教精神支撑着 是吧 他们有超越性的追求 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不是此岸世界的东西 而是彼岸世界的东西 这种追求使他们能够同时摆脱 我刚才讲的这两个门槛 是吧 第一 他们不存在着 第一 他们不存在着拔便车思想 是吧 他们就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 是吧 第二 他们为自由付出代价了以后 他们又不因此要求自己的特权 是吧 要求 那个没有付过代价的这些人 也和他们一样享有 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的自由 讲的简单点 什么叫自由呢 自由就是允许别人平庸 就是允许人们平庸 自由就是允许人们不信仰 自由就是反对强制崇高 是吧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三点 那就不能说是自由 是吧 比方说 那个伊斯兰的那些 那些强制行为 他们的理由都是崇高啊 是吧 他们都要强迫别人崇高啊 是吧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所谓的自由 它就是一种 从本质上来讲 它是世俗主义的 所谓的世俗主义就是说 它反对 强制崇高 它要允许别人有平庸的权利 允许别人有不信仰的权利 但是问题就在一个最大的矛盾 在于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平庸的 你就根本跳不出 三个和尚无自由的这个困境 是吧 我曾经在这本书里头 就用了一句话叫 众人皆知奴役苦 三个和尚无自由 是吧 那么 怎么才能摆脱这个 这个困境呢 其实宗教精神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请注意 我这里讲的是宗教精神 不是某一条教义 是吧 这个宗教精神 可以来源于 新教 也可以来源于 那个天主教 甚至来源于儒家 都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总要有一条 你要为 大家的自由而奋斗 而且这个奋斗的结果 你自己并不能够比别人多得一份自由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需要有一种超越的人格 是吧 自由是一个世俗制度 但是争取世俗制度的过程 却需要有训教精神 是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基督教 是吧 尤其是 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有强烈的宗教献身精神的人 是吧 这个我觉得 我们如果真的要谈 这个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哪怕所有的人都有现代思想 但是只要你跳不出这个框框 你仍然不可能实现 现代化的变革 因此啊 我觉得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吧 因为 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种超越精神 的确是需要有一种 那个 信仰 是吧 而且这种信仰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他可以自律 但是不能律人的 是吧 我在这本书里头 有一个对子嘛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高调再高 苟能律己 却顺物律人 高益无法 是吧 低调再低 是吧 持守底线 低调再低 不许你什么 低 低益无害 是吧 也就是说 你可以是平庸者 是吧 你可以不现身 但是你不要去抢别人 你可以是高尚者 你甚至高 非常高尚都行 我很反对一种说法 我认为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们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中 很多极权主义的罪恶 是因为理想太高调了 是吧 有些人是乌托邦 他们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世界 他们不够现实主义 所以造成了很多灾难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什么叫做现实的呀 什么叫做不现实的呀 是吧 很多人都说 你讲的这个自由民主 就是不现实的呀 就是乌托邦啊 我怎么能够去反对他呢 我能够说 自由民主百分之百 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吗 老实说 我做不到这种论证的 是吧 但是我要说 是吧 你再高调 只要这个高调 只能律 律己 而不能律人 那你再高调都无害的 你是乌托邦 呃 你是乌托邦 其实也不妨碍 是吧 包括威克里夫 包括你刚才讲的很多人 包括你讲的很多人 他们追求的东西 他们追求的东西 他们难道实现了吗 是吧 没有实现吧 但是也没有造成灾难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 美国这个国家 呃 早就有人分析过 它是盛产乌托邦的国家 是吧 从殖民时代起 一代又一代的 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是吧 像那个什么欧文啊 贝拉米啦 呃 什么什么卡贝啦 呃 还有那个俄国的 呃 空想社会主义者 Tekhoff司机啊 是吧 等等等等 他们都跑到美国去搞 呃 那个什么新邪和村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是吧 美国是世界上最盛产乌托邦 呃 实验的国家 但是这些乌托邦 都是志愿者的实验 他们没有强迫别人 是吧 他们如果做成了 那是人类的福音 他们没有做成 也不会是什么灾难 所以我觉得 乌托邦本身并不是 一个什么罪魁祸首 何况我们如果要承认 人是理性是有限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承认 什么是乌托邦 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我们判断这个事情的能力 本身就是有限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关键还是 理想主义不怕 但是这个理想只能律己 不能律人 是吧 那么在现代化过程中啊 我觉得现代化的道理 自由如何 如何好 这是很容易认证的 但是为什么真正能够走向 现代化的国家那么少呢 真正的现在化那么可遇不可求呢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一个民族能不能出现圣徒 老实说 在很大程度上 的确是不能推认出来的 这个事情只能靠 讲的简单一点 只能靠运气 是吧 但是我相信啊 自然界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总还是有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民民之中的一种力量 在起作用的 当然这种力量 它一定要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尽责任的基础上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所谓的主旧 自旧者 是吧 呃 这句话被认为是新教的伦理 其实我觉得啊 一切呃 这个这个真正能够有成就的文化 都可以发掘出呃 类似的这些呃 道理来 是吧 呃 所以啊 我这里要讲 从广义的讲角度讲 我肯定是一个宗教徒 但是呃 老实说呃 具体到某些教义 我因为受到那个语言哲学的影响 我觉得呃 教义本身并不是太重要的 是吧 而且老实说 因为我是自由人 也不愿意去收什么教会的俗赋 所以我也呃 不会去加入某一个教会 啊 但是我的确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冥冥中的呃 那种力量 是吧 我们可以实现呃 我们呃 呃 的那个目标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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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ber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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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